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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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今天的這個課我想我們也是 蠻期待我們今天可以有這樣的一個機會 再來檢視在兩週前大家學的這個壓力的主題 那從第二週我們看壓力 大家學的壓力三部曲 對不對 那大家了解到一個壓力的形成 事實上有它主觀的一些評價在裡面 就是A同學對於某件事有壓力 不見得這個壓力對B同學來講 也是一樣的認知 其實那個認知不一樣的時候 他的情緒感受跟他的行為因應就會不一樣 對吧 所以壓力事實上 我們今天要銜接字三部曲的概念 那持續再往前推進 一樣老師會先用一個案例來讓大家有一些的啟發 然後進入到大家已經有課前閱讀的一些必備的知識 然後再進入到我們今天討論的這個課程 那首先我想就是今天談壓力疾病跟自殺 對不對 那大家知道疾病當然不是只有心理的疾病 大家可能更會去直接連結到壓力的應該是生理疾病 比如說我記得印象很深刻在壓力那堂課 有同學分享了他的那種考試的焦慮 考試的生理症狀比如說拉肚子 他是持續三個月的或者是失眠 很多人他是持續一陣子 那那個可能是生理症狀伴隨就是心理的壓力一起出現的 那我想大家從這個案例就是A女士65歲的一個案例呢 我們來看一下就是說以這個案例來講 我們常常說烏漏偏逢連夜雨 童年時期就很不幸 從小是被收養 個性內向自我要求高 這個部分可以看到說他本身個性就有一些的比較特殊的地方 他不是一個比較Type A personality 或者是我們講比較完美主義者這樣的性格 他是屬於比較極端的性格 18歲的時候被迫嫁給一個聾雅的先生 他整個婚姻就是注定一些不幸的開始 所以他事實上從18歲之後就開始有一些的自殺行為 那這好像是那個八點檔裡面 大家會看到很多的劇情啊 就是很戲劇化的劇情就發生在他的身上 那這是一個真實的案例 所以也增加了大家對於這種這個案例的一些了解 那我想就是大家一定會很好奇 他這麼小這麼年輕就開始有這個自殺行為 那接下去到底老師要強調什麼壓力跟疾病的主題 到底為什麼跟這自殺有關聯呢 結婚之後呢生了三個小孩 之後呢他的女兒其實女兒也是一直不順遂的角色 他的學習的表現不是很好 那在17歲的時候又因為一個事件 那跳樓身亡 所以對於這個A女士來講 他婚姻之後他養兒育女其實也沒有很順利 就是說女兒死亡之後呢 他在47歲又被診斷出SLE 那SLE這個疾病大家知道他是屬於哪一個系統 身體哪一個系統的疾病 對免疫系統 他是一個自體免疫也就是自己的免疫細胞 攻擊自己的身體的一種疾病 那被診斷出這種疾病當然他跟長期的壓力 跟長期體內的一些不協調是都有關係 診斷出來SLE沒多久呢 他又有出現了這個憂鬱啦喜樂不能自殺意念等等 他就開始進入了精神科治療 那出院之後服藥順從性不佳 反覆在免疫風濕科精神科住院 那出院後他可以從事這清潔工作 而且還可以照顧他的先生 所以他其實是雖然在這麼不幸的一個歷程之下 他對家庭還是需要去滿足他的角色功能 也就是照顧他後來中風跟心肌梗塞的先生 那後來他50歲的時候先生又過世了 那好像我講這些經歷好像都很平鋪直續 但其實你們去想一個婦女到了50歲 事實上他已經經歷了人生非常多的這些重大的壓力源 包括親人的過世以及他的自身生理疾病 還有就是憂鬱的一些症狀 那加上什麼自殺的一些想法 事實上他是過得很痛苦 當然有他的一些疾病的表徵 那到後面呢就是更近期 還是有很多的生活壓力事件 是源自於他的家庭 以及他個人這個憂鬱跟自殺的意念 還是持續在精神科底下就診 那後來因為他進入到了這個日間病房 做了復健的訓練 近幾年還是都有在這些壓力的影響之下 也因為他的風濕免疫藥物 他沒有很規律在服用 後來SLE又復發 大概先從這樣的案例我不知道 大家能不能去體會到說一個 從年輕到現在是65歲 他整個歷程底下 其實是一個長期的壓力源 可能伴隨著可能是近期也有非常多的一些事件發生 比如說來自於小孩 小孩雖然都大了 但是還是有一些的行為問題 比如說欠債之類的 那這些都是他也很擔心的一些事件 是源自於他的家庭 那所以有關這個所謂壓力疾病跟自殺 那這三者之間的關聯性我想是非常密切的 那我們在壓力三部曲了解到 壓力的一個詮釋是源自於個人 還有就是源自於環境的一個影響 那這個壓力源底下 當然每個人會有一些主觀的定義 我們也會有一些客觀的理解 那重要的是說個人怎麼樣去 藉由一些的疏壓技巧 或者是所謂的stress management 我們可以去抵擋掉疾病發生的可能性 或者降低生病的風險 好比說SLE 它其實也是一個長期的巨大的壓力 持續性的去影響個人的身體 身體才會形成 當然還有一些相關的一些危險因子 那如果說在這個stress management部分 我們可以多管齊下去抵擋掉這個壓力的影響 或許生病的可能性會減小 那我們看到壓力跟疾病 這當中有一些overlapping 這個應該就是指比較高風險的情況 然後再跟這個自殺有overlapping 所以最中間這個部分就是指相對高的 這個高風險的族群 那當然疾病我們要考慮的不是只有心理 像憂鬱焦慮或者其他的睡眠障礙 物質濫用思覺失調等等等 這些都是屬於可能跟壓力 還有自殺相關的疾病 那還有一系列的生理的問題 那所以你們在課前閱讀已經有讀到 什麼叫做心生症 英文叫psychosomatic disease psychosomatic illness 這些的疾病都是跟壓力密切相關的 那比較典型的 當然還有像精神關能症 Jasmine disorders 這個是在精神科診斷 出診的病人常常會看到 醫生他們會先 以一個適應障礙症來評估 那很多人就會覺得說 我這個診斷背後代表什麼意義 事實上可能跟求醫者本身 他自己的一些想法可能會不太一樣 不過我想這個就是在疾病上面 就醫療上我們會去做的一些名稱的定義 那這些壓力相關的疾病 我想大家在課前閱讀 讀到有這麼多的類別 我只是舉一個例子 就是說像換氣過度 在我們看到一個人的病程 像我們臨床看到一些病患 其實在早年 他還沒有進入到醫療求醫的時候 其實他是有換氣過度的一些症狀 或者是他會有失眠 或者有一些像頭痛這種比較是屬於 跟我們的神經骨骼肌肉系統 有關的一些問題 那所以在這些疾病的影響下 其實我們要去理解就是說 焦慮或者是說壓力帶來的這些生理的反應 其實是如果我們可以讓他是在正常的範圍裡面 當然他是不會有病態的表現 相反的我們需要有一定的刺激 像大家在讀壓力的那堂課一定理解到 其實有壓力的人生才具有成長的動力 那沒有壓力的人生反而是怎麼樣 他也會生病的 那所以適度的壓力讓人成長 過度的壓力讓人比較高的疾病風險 所以在這個正常跟異常的這個概念之下 我們了解到就是說焦慮其實是需要存在的 但是病態的焦慮不是我們想要的 偏偏其實在我們講這個 今天講的這個壓力跟疾病的概念底下 其實我們會看到很多周遭的人是 因為過度的焦慮而引發很多疾病 像譬如說以學生族群來講 過度的焦慮會讓你們覺得心跳很快 或者心情低落等等 那個焦慮又跟憂鬱有很大的關聯性 那這種我們所謂病態的焦慮 我們就要很注意 是不是他已經嚴重的影響一個人 該做的事情他做不來 比如說他早八的課 每天就是為了那個作業半夜 就已經都做不完就是很緊張這樣子 都睡不好 然後早八的課就沒辦法上 那當然就影響到了他的成績對不對 像這個就是我們要去注意的問題 那我們在後面的課會講到那個求助的歷程裡面 其實早期的就是會有這些症狀的發生 那其實如果周遭人可以去關注到說 原來這個是可能已經偏向所謂需要 醫療來協助的所謂的病態的焦慮 或是說所謂異常的焦慮 那我們當然也是希望說各位同學 可以也是站在守門人的一個角度 可以去來關心這樣的人 那當然這邊是補充一些焦慮症的藥物治療 這邊不細講 但是我只是讓大家了解說 其實醫療上這個都是可以處理的 但是不是只有藥物 而是我們還加進非藥物 那非藥物的部分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很廣泛 這邊列出幾個比較主要的像是 肌肉放鬆 腹式呼吸 或者是我們等一下要講的正念 按摩冥想瑜伽 冷熱膚 轉移注意力這些 都是集合起來 叫做非藥物的一種取向 其實所有的非藥物它最終的目的 其實就是希望說關掉我們身體 那個過度被啟動的交感或副交感神經 因為我們在生理的基轉裡面 學到很多交感跟副交感神經 它就是所謂的自律神經 在這些神經底下 我們都沒有辦法去掌控 比如說如果問大家 同學你們可不可以掌控 你們胃酸的分泌多廣 很難對不對 你們可能覺得怎麼可能 但是如果問大家你們的呼吸 你有辦法暫時的去控制它 可以 所以為什麼要教各位 從這個呼吸的調節 開始調整自我的一些壓力感受 原因在這裡 因為大家看到這邊所列出來 跟我們壓力反應相關的 這些交感跟副交感神經 像我們以副交感神經來看 副交感神經過度的刺激的話 它受到刺激它瞳孔縮小 透一會分泌比較多 人會覺得心薄率會降低 氣管會收縮 會節省我們身體能源的消耗 腸胃蠕動會比較快 就是說它副交感的作用 其實就是針對這幾個特定的器官 然後會有特定的一些作用 那它是跟交感神經相反的 所以在這種機制下 有時候我們人如果在過度 以及長期的壓力下 這些的過度的一個刺激或分泌 比如說胃酸過度的分泌 或者是心薄率 過度就是長期處在 心跳加快的情況下 就會對我們身體有一些的影響 那我想所以今天我們要探討的 這個一些紓壓的機制是大家等一下 可以去廣泛的討論的部分 那除此之外我想就是正念的呼吸法 這個部分是希望能夠讓大家理解 它的一個原理還有就是 利用這個正念呼吸來達到放鬆 以及刺激我們腦細胞分泌 腦內飛這樣的一個功效 讓大家除了解之外 還可以去實踐在你們生活裡 所以以這個圖我們看到請教各位同學 如果你們有課前閱讀 呼到頂或是吸到頂的時候 我們肚子會膨脹起來 吸氣的時候我們肚子會向氣球鼓起來 其實氣達不到我們的肚子 因為肚臍這邊沒有肺泡 肺泡其實是大概在各位手肘這個地方 就是肺脹是大概到我們手肘這邊 它是兩個肺液 大概是這麼大兩個肺液 那吸氣的時候其實氣不會到達腸胃 不會到達肚臍 但是它練習的時候大家可以想像 吸氣就像讓你的肚子鼓起來 就像一個氣球膨脹一樣 那所以呢 它可以達到一些所謂的正念專注 然後可以到我們這邊講到 紓壓的一個效果 它的原理就是在於說 當我們吸氣的時候呢 我們的氧氣跟我們的這個氣呢 可以達到我們的上達 我常用上達天廳來形容 就是說你吸氣 那它會刺激你的腦細胞 可以有endorphin的分泌 那這時候它可以刺激你的腦 在下四秋的部分 它可能會影響到你的全身細胞 達到比較穩定的正向的 或者是情緒的一個穩定的效果 那往下呢 因為我們吸氣的時候 我們的橫隔膜會往下降 橫隔膜往下降的時候 會刺激我們的腸胃細胞 所以有點像是在按摩你的腸胃的神經 所以有一些便秘的人 它可能會有效果 原因在於因為你深吸的過程中 它可以讓你的腸胃刺激到 所以在那個影片的分享裡面 我們的病友就有提到說 它的那個便秘就會比較改善 那同時吸氣的時候 它也會讓你的全身 有比較舒壓的一個感受 吐氣的時候 請問各位同學 身體會不會緊繃 理論上是不會 因為我們吐氣全身都會放鬆 然後再加上如果你們每一次吐氣的時候 都告訴自己 我要更放鬆 那沒吐一次我告訴自己 我又更放鬆 我要更加的放鬆 就是眉吐一次氣這樣的一個練習 那麼它可以達到全身舒壓的一個效果 那所以我們又把它稱之為7-11式的呼吸法 因為就是7秒對11秒 但是這個秒數我想是一個原則 就是只是一個讓大家可以在練習的時候 去有一個徵詢的一個標的 不過它不是一個必要做到的事情 就是有些人可能數秒數會讓你比較焦慮 那我們沒有意思要去讓你數秒數 而是掌握一個叫做土帶吸 或者是說吸土之間 你就是在一個放鬆的一個情況下 你可以專注在這個氣息的流動 專注在一個點上面 想像從你的鼻子到你的肚臍有一根長長的吸管 然後在這個吸管上面 你就是想像一個點 吸氣的時候就是往下 往你的肚子走 然後吐氣的時候就是這個點 慢慢地再往鼻子這邊出去 那一次大概可以練習10-20下 專注在這種呼吸的一種方式 那這樣的練習可以達到 比較舒壓的一個機制 那我想我們就大概利用一些時間 因為我們可以把 原本設計在各四組的一個練習裡面 我想我們還是拿到大堂課大家一起來練習 這樣原理的說明 還有就是在練習的一些過程 我們是比較能夠去討論 所以等一下呢大家在練習的時候 我這一張圖就告訴大家幾個步驟 那等一下練習的時候大家可能會閉上眼睛 盡量放鬆你可以靠在你的椅背上來做這練習 那這一張呢我們可以當成大家的參考 就是有幾個key point都在上面了 那大家等一下可以去體會一下 包括專注在吸氣吐氣 包括感受空氣吸跟吐的一個離開身體的感覺 那腹部像氣球一樣膨脹跟縮小的感覺 以及空氣讓你的這個鼻腔溫度 鼻孔的溫度會不一樣 還有就是整個注意整個過程當中 就是在你的內在器官 注意空氣進入跟離開的這個過程 然後最後再回到當下 所以我想等一下我們練習的過程 大家可以再體會一下 我等一下會把slide停留在這一張 那希望大家可以理解就是說 這樣的方式呢 在一些焦慮的人身上 可能它很難立刻去讓一個人可以願意去做 但是呢大家要了解就是像這些的呼吸的疏壓 放鬆的這個練習 是很重要的一種心理健康的 一個保養的方式 就是說我們要保養我們的大腦 我們要保養我們的身體肌肉 不要讓它長期太緊繃 那我們就可以持續的去練習它 那通常我會建議同學就是在睡覺前 至少可以練習看看 你躺下來 那如果今天還是有很多事情未完成 或者是焦慮明天很多事情要做 那至少在這個練習裡面 你們可以先把這些萬念先排除掉 就專注在這件事情上 那可以有一個練習表 這個是比較針對重複練習的概念 如果說你可以比如說睡覺前一次 然後maybe在白天可以有一次 白天一次 就是從可能每天兩次開始的練習 然後再慢慢增加 它其實沒有時間跟沒有地點的限制 用手機也可以 所以其實手機我想是最方便的 那大概這個重複練習 它的效果一定是更好的 好過於你大概就是說做一下 然後就停好幾天 可能沒有辦法去真正體會到 正念呼吸帶來的一些好處 好那所以原理我先講解到這邊 不曉得同學對於你們這部分的練習 有沒有什麼疑問 沒有那我想我們就大家一起來練習一下這個部分 那我們大概關幾盞燈 但強調它不是讓你們睡覺 因為我在我的護理系的學生讓他們練習 他們都覺得很能夠進入睡夢的狀態這樣子 但是呢 真正呼吸不代表讓你導入睡眠的一個結果 但它是其中一個效果 它只是其中一個而已 因為根據研究呢 其實做這個練習 它會反而讓你的Working memory 比較強一點 就是工作記憶力 所以假設你白天選一個 比如說吃完午餐 我找個地方比較安靜 然後可能在我們爺林大道的旁邊坐著 來做這個練習 其實它是讓你下午的課呢 會上的比較更專注 然後更有精神一點 好那我想我們就來大家一起來練習一下 大家好 今天要為各位介紹正念呼吸法 這個呼吸法呢可以是一個生活的方式 那很多人在練習過正念呼吸法之後 都可以得到一個輕鬆又愉快的心情 其實這個正念呼吸法在國外 他們是用在科普書籍的一個教材當中 那其實它的原理呢很簡單 就是透過我們對於自我呼吸的一個控制 來達到紓壓的一個效果 能夠增加它的腦內分的分泌 而且呢對於壓力的感受也會有一些改變 所以進而呢在我們的骨骼肌肉系統 或者內分泌 或者是其他身體的自律神經失調 這個部分都會獲得一些改善 緩慢的吸氣跟吐氣 想像你的氣息呢是進到你的身體裡面 透過你的肺部進到你的肚子 所以用力的地方呢其實是在你的肚子 那想像你的肚子是一個氣球 而且持續的融入當下 那種吸氣跟吐氣帶來的一個舒緩的感受 在開始正念呼吸法之前 請先為自己準備一個舒適 不會受到干擾的空間 這項練習將帶你學習如何專注於呼吸 使呼吸成為你關注的重心 幫助你將思緒帶到當下 遠離任何的情感或者對過去的懊悔 遠離任何對未來的憂慮或恐懼 只專注在當下的吸氣和吐氣 吸氣和吐氣請掌握7、11的節奏 吸氣7秒、吐氣11秒 如果你是初學者 可以先從吸氣3秒、吐氣5秒的節奏 開始嘗試慢慢練習 當你完全放鬆的時候 你就可以從這舒緩的呼吸當中 達到心靈的安示 請先坐在一個直立的椅子上 調整到舒適的坐姿 雙腿平放、雙腳接觸地面 手輕輕地放在大腿上 或者你可以坐在地板上 但要確保你能持續坐直幾分鐘 若有需要可以用電子讓自己舒服一點 在練習過程中 你可以閉上眼睛 也可以放鬆地張開眼睛 請先用20秒的時間 練習感受一下呼吸時空氣進入 和離開身體的感覺 吸、吐、吐、吸、吐、重複約3到5次 當你關注自己每次吸氣與吐氣時 提醒自己這個練習的目的 是在持續融入觀察自己每次呼吸的瞬間 投入於每次的吸氣和吐氣 這段時間你可能發現自己出神想其他事情了 這是完全正常的 當你有這種情況時 只需溫柔地將思緒帶回呼吸上 提醒自己你在做的只是盡自己所能的 持續專注在呼吸上 在練習的過程中 讓你的身體自在地呼吸 不用試圖控制它 不管你當下的感覺是什麼 都是好的 無論感覺到放鬆與否 不用改變任何的感受 繼續專注於吸氣與吐氣 吸、吐、吸、吐、吸、吐、吐、吸、吐、吸、吐、児、吐、呼、 接下来将注意力移到你的身体 试着感受下腹部的感觉 你会观察到在吸气时腹部膨胀 就像一个填充空气的气球 而在吐气时它会缩小 就像一个平缓缩小的气球 在接下来的一分钟 请你专注于腹部膨胀和缩小的感觉 不需要改变呼吸的方式 只需要专注在腹部的感觉 然后试着让你的腹部膨胀后再缩小 重复约三到五次 请不吝点赞订阅 接着尝试将注意力放到你吸入的空气 并跟随着空气进入你的鼻孔 传递到你的肺部 然后往下传到你的横隔膜 观察它如何再往上移动起来 从横隔膜到达肺部 再通过你的鼻孔 试着想象这个循环 像是一波又一波柔软的海浪 每一波或许有些不同 每次都像一个新的开始 并一次次的回到当下 体会这一波波海浪 让它拍打着你 重复约三到五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现在你已经准备好要更专注了 将你的注意力转移到吸气时 鼻孔温度细微的变化上 与吐气时相比 你可能会注意到在每次吸气时 空气会有点凉凉的 并轻轻地扫过你的鼻腔 将你的注意力专注在 每一次呼吸时的感受 带着好奇的心 仔细地体会每一次的变化 并重复约三到五次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把你的注意力从你的呼吸转回当下 你已经完成了此次 与呼吸共振共存的时间 从现在开始 你可以每天练习这种正念呼吸的方法 不管是短短的五分钟 或是给自己十到二十分钟的专属时间 当你专注在呼吸时 请让自己进入当下的感觉 远离任何过去的压力或焦虑 或是目前和未来的担忧 当你花时间在此练习上 你会体会到专注于呼吸的放松 以及正念呼吸带来的好处 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病友的一个介绍 刚开始的时候 我是头鹰又重 走路不闻 就来台大作业 傅士跟我讲说 你要不要听那个《换松如鱼带》 我说好啊 然后刚开始听 听的时候那时候的感觉说 我蛮喜欢的 好像对我来讲有帮助 所以我就变成天天都想要做 感觉非常的好 因为我会瘴气 然后会便利 听那个录影带 就比较不会了 而且听这个录影带的时候 我变成感觉很舒服 肌肉都放松了 对睡前也有帮助 晚上一定要 睡前我一定会做 假如下午有空 我会去也会去做 我认识的病友 我会跟他 看他有没有喜欢 只要喜欢就一起来做 晚上我们也有几位说 做这个放松运动 这样很快就会好起来 就身体健康 好 所以这个大概是我们今天 介绍的其中一种就是 输压的一个方式 那所以我想最后的提点 就是大家等一下的讨论 我想是可以针对 针对几个 我们不同的一些输压技巧 还有或许正念的方式 大家也可以有一些的讨论 那不知道大家对刚刚的练习 有没有什么要提出来的疑问吗 那我刚刚看到 给大家一些回馈 因为我刚刚看到 大概九成的同学 都非常专注在这个练习 那少数同学 可能回去还可以再尝试一下 尤其在睡觉前 可能那个情境 会让他觉得更容易促进睡眠 在这边可能大家睡着 是很觉得会很尴尬 因为确实 因为我的经验 像我们同学在做完 其实他们因为实习都很累 所以其实真的有人 就是做完就觉得很住眠 那所以不管怎么样 我相信大家如果去尝试 重复的练习它 那会为各位带来的好处 主要就是除了放松之外 当然让你的大脑跟你的内脏 都有一些好处 它会有一些隐藏的 带来的一些效果 相信对各位会有一些的帮助 那这个也是正向心理学 学在讲的这个mindfulness 它所提倡的其中一种 抒压的方式 就是mindful breathing 那也有人是mindful walking 或者mindful eating 我们在后面正念的课 还会再讲到正向心理学 他们所提倡的mindful eating 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希望大家学的这些 是真的能够按照这边 我们讲的有一个处方 就是给各位的处方 就是一天如果两次是最好 那一次是至少 至少一次最多就是不限了 那如果大家可以 变成你们生活的方式 那我相信在你跟生活中 有遇到一些压力 特别是接触到什么人事物 让你特别有压力 你可能可以更多的一些武器 去面对那些压力 好那因为这个影片是 藉由台湾自杀防治学会 由李明斌教授的一个支持 是像我们所拍摄的 那其实这整套东西 也都是在跟李教授 讨论的过程中所建构出来的 所以我也希望能够让大家 更理解他的一些原理 那我想要请李教授 我们今天可能这个部分 会需要一些的说明 那我们请李教授来 跟我们讲解一下 我想大概几个看点 那前半部的话 压力跟疾病的关系 那同学都知道压力 透过感受也讲大脑 大脑也讲到下次就 结论压力为什么会影响疾病 就是通过大脑 那同学这个概念 也不要把所有的病都 一定关注到压力 那根据研究 我大概有重大压力 导致的反应 第一个是新生症 大学生最多的就是头痛 或者恶心 或者呕吐 我再看过一个大学生 他一天打嗝一万次 压力当然打嗝一万次 他要记录几次 打嗝一万次很不舒服 但是更不舒服 只要打嗝的时候 旁边的人就会看他 大学人机压力 所以变成没办法上学 没办法上学 老师、爸爸、家人 就给他蛮大的压力 所以压力一定会造成新生症 那如果没有透过生理反应 就会透过情绪 这压力三步去 吴老师刚刚提到 万一看到压力没解决 这变成会造成 焦虑、忧郁、愤怒 那叫适应障碍 而且压力的反应没过 它影响生活障碍 再来 万一你有死精子的个性 强迫性、完美主义个性 吴老师讲过的 压力优发起来 变成焦虑症 莫名其妙 紧张不安或忧郁 那叫做精神官能症 也是我们常见的精神疾病 忧郁症、焦虑症等等 那更有兴趣的是 压力可以恶化或诱发 另外一个疾病 包括重油、癌症 还有刚刚谈到S21 那为什么同学应该很有概念 压力大会影响内呼吸 压力大会影响治愈神经 压力大会影响免疫 三条路 未来课程都会谈 那么多问题里面 同学当不舒服的时候 就会问自己 情绪怎么样 生理有没有哪里不舒服 问时间 到底什么时候开始 本来好好的 在南部在高学很快乐 只要搬来台大以后 不到七天就会头痛失眠 仔细想一想 环境有改变吗 就说有 压力有关 万一没改变 可能也是体制在改变 这种案例蛮多的 那我看过最经典的 一个书卷奖的女学生 我本来第一名 我脖子很长 很漂亮很多人追 那有一次 书卷奖没拿到了 这个叫头发 头发整个掉光了 像尼姑一样 为了这样 就自卑 不能上学 忧郁 皮肤都到处看都没有好 最后来看我是因为 要上吊 然后后来跟他讨论 用我们上课提过的仔细分析 他说老师 我头发掉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我从来吃书卷奖 没拿到 因为我就失眠了 睡不着觉 头发越掉越多 每天本来掉一百根掉 后来你跟他去 那这次压力造成了 你的体质超敏感 因为你这么敏感 才会得书卷奖啊 那我老师刚提过 但你过度的话 你的自律神经 你的练义就会反应 就会激烈 所以后来就给他开抗忧郁的药物 吃了两个礼拜后 情绪改善 一个月以后 头发就站出来 那三个月后 头发就恢复到越南的乌黑 所以 你说 整个压力跟疾病 跟忧郁 它是一连贯的 不是说压力就造成那里自杀 要看家庭的抗抗 那么多方法里面 压力抗压很多方法 但是古今中外 我们可以跪纳起来 讲压力 要疏解 就是要放松 放松 就是要降低交感神经的反应 那么人类的自律神经 交感神经 互交感神经 完全没办法控制 只有什么能控制 只有呼吸 因为呼吸 它同时可以是自律 也可以是他律 也就是说 你利用呼吸 可以来改变 所有的交感神经 我们今天的7-11 是最近 推出来的 那在古代 当然最重要的 我们的所谓 progress muscle relaxation 全身性 从头到脚 肌肉放松 配合呼吸 也是一样的道理 所以今天大家学到的是 快速简便7-11 实际上也呼应了 我刚提到 古今中外 什么样的放松 温滑度 都一样 都在降低交感神经的敏感度 但是 重要的三大 有效因素 一定要整在一起才有效 第一个 attention 你的注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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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在当下 那我一直练气功 在走路 刚刚的minephone 你走路上步 也可以接着放松 因为你注意在走路 所以那个minephone 注意attention很重要 所以你刚会进入放松 状态 不一定直接呼吸 你被吾老师精美的声音 甜美的声音 手吸引 只像你坐到河边 直接在看流水 进入万火境界 血压下降 血糖会下降 一样 注意力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呢 就是最重要的 核心会影响生理反应 就是呼吸 那呼不呼吸的话 直接物理现象 你慢慢呼吸的话 轮膜会下降 会压 我们的大肠子蠕动 肠的蠕动 它的压力增加 会促进我们血液 静默回血到大脑 另外一个 你负压 一增加 我们的颈部 有点叫borrowing center 压力感受器 你负压一增加 这个压力感受器 进步了 我这边的一个 神经节 它马上 会变得到我们的大脑 会影响一下子球 所以说直 我们的讲还有次序 但是我现在在提到 我们的感受 想法 跟神经的反应 神经细胞 跟神经细胞 之间的传递 速度是五千分之一秒 所以呼吸一变慢 呼压一增加 Bowl receptor 结果感应 就影响到 下次结果 他会通知他 你要通知交感神经 反慢 所以他很重要 呼不呼吸 他有他的物理原理 也有他的神经传导的原理 另外一个 也有他的化学变化 你的负压增加 呼吸变慢的话 他二氧化碳 沃尔氧化碳的累积 就会增加 那时候 我们的呼吸 就会变慢 我们全身的智力神经 复交感神经 会增加 所以你不要想到 7-11 他可以有物理作用 又可以化学变化 透过二氧化碳的累积 他有神经传导作用 而是透过巴洛尔氧化碳 所以不要小看他 但是他之随会有用 一定要整在一起 或者你要多练习 那我们有实验研究 好,你说集中放松 第三部分有效 那你把它麻醉 那集中放松 整个人还是觉得很紧张 所以你要缺一不可 所以7-11 你在做一件事 刚刚吴老师的解释里面 知识 另外一个 注意力要集中 吸气呼吸的动作 那注意力就很重要 那最后 刚吴老师提到 应该做几次 你说每一次 紧张的人在做吗 也不是这样 因为平常多练习的话 无病可以强生 又有病的话 可以减压 大家达成这个效果 要可以generalization 可以变成 把它类化到生活的话 同学最重要一点 他刚刚 VDV没提到 我们说的放松技巧 最后演练 你最重要的就是要记住 你的 internal cue 内在的感觉 因为每一个人的放松感觉不一样 有的放松感觉不一样 有的放松感觉 好像我的灵魂像要出窍的感觉 有的放松感觉 人生无力 有的放松感觉 轻飘飘的 好像飞到天上 每一个人不一样 所以你一定要记住 那个 internal cue 那将来 当你女朋友很无厘头 跟你吵架 你很生气 吴老师跟你说 隐怒是怒 绝对失败 要借给用人 要同理 对吧 那时候你同理不来 隐怒是怒 你不要讲话 已经不合理 那你怎么办 你就慢慢的停止呼吸 想像 internal cue 譬如我个人 我个人放松感觉 就觉得 手指头好像重重的感觉 所以万一当你很生气 病人无厘头 在那边翘桌子 我还是借给用人 其实我的五只手指头 是全速放松 那这个叫neurogram 神经图 因为这个全身画出的感觉 就影响到你的大脑功能 就恢复到 所以neurogram的养成很重要 所以最后一句话 多练习 但一定要永远记得 找到你最放松的 那个身体感觉 记住它 我随时可以用 万一考试前 很紧张到手滑斗 那就停止呼吸一下 然后想一想 你的 internal cue 就可以专心慢慢打 就越打越厉害 不会卡住 对不对 所以练习重要 但是那个诀窍 就是你要找到 每一个人 他最放松的时候 的那个内在 Internal cue 那这个感觉 这个感觉要由你记得 因为感觉是一个感觉 但那个感觉是代表 整个大脑 很多神经晃送细胞 的连结的图像 我先抽象 不过你要记得说 Internal cue 不是只有一个感觉 它是大脑的一个形象 你进入这个感觉 马上会进入大脑的神经图 它马上就可以释放你的压力 听起来很玄 那道理就是这样 好啊 等一下综合讨论 万一同学有个案 有食物今天讨论完 我有问题的话 大概我再来详细 来回答大家的问题 谢谢 好 谢谢李教授的说明 我觉得对原理来讲 蛮清楚的一个解释 那很期待同学 等一下的讨论 好我们欢迎第二组 好那我们是第二组 然后我是第二组的记录 那我们这一周有聊到 关于上周的复习 就是心情温度计的使用 然后我们在讨论课一开始有 就是再做一次性情温度计 然后观察自己身心的变化 那有些人 那我们这一组的平均分数 都算是比较低 就是0到5分的这样子 然后 不过有提到一个很有趣的点 是虽然0分的同学啊 他生活中也是有一些压力事件 但是这些事件对他个人的意义 困扰程度没有这么大 所以他的给的分数就比较低 所以他是给0分这样子 然后 又有同学提到说压力源 就是他感受到的压力呢 他觉得压力源不能简单的 就是定义说是一件事 那也有可能是因为一个人 然后一段关系给他造成了一些人际关系的压力这样子 然后会让他感受到困扰 那他也给这一段 这一个这段关系打了一个 一点分数这样子 那也有同学说 哦他最近性情温度计的分数有变低 尤其是睡眠的部分 那就有人讨论到为什么会变低 然后他就说是因为他的生活最近 体力劳动比较大 比较多 所以他觉得很疲劳 然后回家就很快睡着 所以就没什么睡眠困难这样 然后我是第二组的主席 我叫周哲安 然后我们这一组再来 还有进行正念呼吸的再一次练习 虽然这会让大家更仰睡觉 可是我们还是坚持要再做一次 然后我们在正念呼吸的过程中 又有发现就是 我跟他 我跟底下人说要正念呼吸 但其实我是眼睛是张开的 就是看一下他们的状况 然后发现大家都很专心 然后非常沉浸在自己的呼吸的里面 然后我们还有分享抗压的方法 那像是其实睡跟吃这两个方面 维持平常生活做起也是个非常重要的方式 那讲到睡眠的时候就 很多人分享到他们睡眠的各种困难 像是有人可能只要睡四五个小时就睡得好 或是有人甚至要睡到八九个小时 才能让自己一整天保持活力 那比较特别的是像 有人就分享到说他其实有 像先天性跟睡眠有关的症状 可能会出现多梦啊 或是比较容易做梦 然后使自己每一个小时就要起来一次的那种状况 那其实在我们跟同学讨论过程当中 也有像他学到一些如何让自己快速入睡的方式 像他说可能可以跟同样有这种症状的人一起聊天 或是在睡觉前先按摩自己的腹部之类的 那讲到吃的话就是普遍大家 现在应该都没在吃早餐了 就是因为大家都太晚起床 那我发现这是一个大家也可以想想如何改进的方式 可能可以先设个闹钟起点起来吃完早餐再继续睡觉 也可以 那再来我们有讲到新生症 新生症其实大家就有分享蛮多自己的个案 或是自己曾经听闻过的事情 像是有人分享到恐慌症啊 像他表示恐慌症在出现的时候会造成喘不过气 然后他当时的处理方法是吃药 然后也是进行也有像 像医生也有进行向他介绍呼吸这方面来调节自己的状况 然后也有像护胶感神经失调还有忧郁症等这方面 那我相信大家应该都跟自己组内讨论蛮多的 那比较特别的是我们这组还要讨论到 学校心服中心的功用跟设立方式 那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很多人现在大家都在关注的 因为台大心服中心 他们有人说表示说就是因为心服中心得到的资源其实并不足 所以他们能给的没有像外面的智商师 能给大家的时间关注都没有那么多 那我觉得在来的课堂中大家也可以好好讨论这件事 那最后我觉得蛮特别的是 有一些人发现有一些人是因为前男女朋友有忧郁症 然后才在这边进修的 所以那这就是一个小分享 然后我不知道台下其他组有没有这种人 我看到有些人在笑我也不知道是有同样的状况吗 那就是我觉得因为这堂课目前都在讲自己对于自身压力的调整 还有自己健康的调整 比较少讲到假如你今天遇到一个可能有自残状况 或是有忧郁症状况的人的时候 你要怎么面对并且关心他 所以我觉得再来我会满期待就是得到这方面的指示这样 好 谢谢第二组 主席跟季陆 好 刚刚两个问题听起来一个就是说 心服中心目前服务量能在 还有他的对于同学问题不能够得到满意的解决 不过这个我想真的是蛮大的一个问题 我认为这个可能不在我们今天讨论的一个核心里面 但是大家可以在后续可能还会有一些相关的 一些讨论我觉得我们后面可以再来谈这个问题 那另外就是说确实如主席所讲 我们后续其实有蛮多课就是会针对守门人的角色 但我也提醒大家就是我们前面这几周所上的 不是只有看你自己的self care 或者self awareness而已 因为其实在前面这几周所谓压力跟疾病的概念 我们其实也可以套在周遭人的身上 像刚刚的案例或者是我们刚刚你叫做补充的一些 这些所谓心生症的症状 像其实刚刚下课也跟同学聊到了一些周遭人的例子 其实也可以去思考一下周遭人的压力感受 跟他的一些所谓压力的反应 他可能是症状 但是可能是像刚刚这一组 记录刚刚讲的很好 就是那个同样大家都是零分 可是其实还是有不同的一些感受跟他的因应方式 那我觉得这个部分其实是值得我们去反思自己 那同时也是可以去想想我们周遭的人 他现在所处的状态 所以谢谢第一组他们提到这个自我觉察的一些重要 尤其是你们这一组一开始带的心情温度 我觉得很棒 就是承先起后 那不要忘记我们手册里面也是鼓励大家持续练习 他的效果一定最好 好 那我们鼓掌欢迎第三组 大家好 我是第三组的主席蔡玉玲 然后我们这一次的讨论 我们最开始是针对课遣愿读的一些心得的分享 那我自己在我们组别里面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有一组的同学他提到了 我们自杀方式手册的出版年 他其实是有点久远了 已经是2000年初了 那再加上这个手册内 他是使用心身症而不是身心症 那我们有医学系的同学提出 他在他们自己本身课本上的阅读都是读到身心症 也是身心症这样子 那这边就提出来给大家稍微思考一下 第二个讨论的点是关于调息式呼吸法 然后我们这一组有一位同学非常的酷 他就说他过去在瑜伽课的体验当中 就有因为呼吸 然后呼吸到眼泪出来了 就是他已经进入到一个极度放松的状态 让他的情绪自然的宣泄出来 然后也有提到说呼吸呢 是为了把你从过去跟未来的思虑当中给拉回来 你必须把你的注意力集中 而不是过度的担心你的未来 和过度的沉浸在过去的悲伤 我自己本身的想法是凡事是尽力尽为 然后量力而为 第四部分就是我们有问大家自己的输押方式 然后有一组很酷 他们全组都吃甜食 然后他们就是觉得很感到幸福 可是就是体重可能会增加这样子 然后第二组的同学他们就会冲热水澡 然后就是水自然的部分也有点担心 然后也有些人就是他们会透过整理自己的衣柜 我在想有时候你不仅仅是在整理整个空间 你的心灵也会一起整理 然后也有些人会睡觉 然后有些人可能loading非常的重 所以其实睡觉其实就是他们本身非常焦虑的来源 这样子 那当然聊聊天啊 然后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输押方式 然后我们这一组在这一次的讨论当中 有一个比较酷的尝试就是我们有开个表单 请大家列出自己的压力源的排序 那可是很可惜的是因为我们讨论课的同学 我们样本数不太够 所以接下来的结果就是大家仅供参考就好 那我们的第一名是课业 对就是很理所当然你的答案嘛 那第二名的话就有到睡眠跟人际关系 我记得我们这一组有一位同学 他就有提到说很多人都是这个离乡背景来台北 所以很多你过去的社交圈 跟你现在的跟你刚上大学 我本身现在是大一 所以我对这一点算是非常的有切身之痛 就是你必须让自己学会去社交 你必须主动的去认识新朋友 可是每个人24 每个人一天就只有24小时 你扣教睡觉时间就是这么多 你要分配哪些时间在你每个项目上 这个是很需要智慧的决策 第三名是打工 实习跟打工 因为 之所以我会说这一份表单 他仅供参考有很大部分 因此因为大一大二大三大四 他在不同时间段 他们会忧心的点非常的不一样 像我大一我目前对于实习跟工作 我可能就还有点远 可是有很多比如说大三的学姐 或者是大四已经准备要去当老师的学姐 他们可能就非常的担心说 我接下来在整个实习的过程中 该怎么办该怎么办 所以这也是我们这边压力源排序的分享 谢谢大家 我是生命科学系大三的黄敬文 那我想补充的一点就是 其实为什么课业会排这么 就是排比是第一名 我们实则回应 70%就是课业的排为最 就是可以带来压力的一个来源 那可能是因为我们来到台大 台大生其实对课业会有一定的要求 或甚至说我们周围的人 他们会带给我们压迫感 因为他们都很优秀 甚至是台大的教授们都会觉得说我们很棒 所以要就是要做得很好这样子 所以课业其实会带来很大的压力 然后课业的一些就是作业报告啊 就会导致我们时间根本就不够用 所以会导致后面的一些什么社交啊 工读、实习、社团等等等等的 这些方面都会有影响 甚至是睡眠 对 这是我补充的点 谢谢敬文的补充 那第三组今天比较 我们给他一个掌声 那第三组今天的讨论 Focus在延续我们在压力源的一些理解 那同时也带到今天我们讲的新生症 刚刚同学问到说 身心还是新生 那我这边有补充啦 就是说其实它正确的名称在美国的 这个医学的分支 它叫做Psychosomatic Medicine 所以在台湾相对应 其实李教授是当时我们台大 去到Rochester University 他是公费留学 然后去那边学习到一些 这个专业知识回来 成立台大的新生医学部 那事实上就是在这个应该叫心跟生 因为Psycho跟Somatic 它这个就是代表精神或心理的学问 然后还有生理的 所以其实有的人叫身心科 心生科 心生或身心其实是意思是一样 这是当然可能在李教授的观点不一样 我等一下请他补充 不过这个部分我觉得正确的名称 想让大家知道一下 那谢谢第三组分享到比较多是有关压力 跟他们的疏压的一些方式 好 那我们请第四组的同学 来 欢迎第四组 大家好 我是第四组的主席 然后我们刚刚讨论的时候 有同学提出就是压力的意义 他就是对于大部分政策人来说 他是一个必须的适当的控制 所以我们要跟压力去共存 那有时候会出现一些身体或心理的状况 就是那个理性跟感性的感受没有平衡 理性就是你知道这个东西你必须要去做 你一定要完成就是他是你一定要完成的任务 可是感性的感受不能忽略 就是因为你当下真的有这个情绪 或那个目标会让你的情绪改变 就是他不是一个平衡的状态 那所以我们就是还是要去认知自己的情绪 然后要去预防 那要去预防或者改善自己的状况的时候 就是有同学就说可以改变心态 就是像刚刚老师上课的时候提到 比如说一直拿书卷奖的人 他没有拿到书卷奖 他可能就是觉得自己没有达成这个目标 可是实际上书卷奖有点像是一个自己的奖励 就是可以把它想成是 你认真努力读书之后给你的奖励 而不是单纯就一个目标在那边 因为那个过程你还是有获得其他的东西 对就是转念的部分 那另外一组的同学就有提到说 因为像学业就是目前像学生就是一个必须要做的事情 那他就可以说可以用一个代办清单 那代办清单就可以比如说你学期开始 然后大家都可能会收到课程的详细资讯 那可以先把它就是你可以比如说sever 你可以点开来看 然后你就是把比如说考试的时间啊 或者是作业的时间你先把它列好 然后就是那些东西就是你必须要做 然后你也有按照时间的紧急性先去安排 那你就把这些必须要做的事情先慢慢做完 就是就算真的持交了或就是作业持交了或什么的也没有关系 就是你还是要完成你才能解决那个问题 那这就是其中一个方法就是安排时间 然后作为你的动力这样子 对 然后后面有一组同学会讨论正念呼吸法的部分 那我交给记录去讲 好我是第四组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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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令自己的心情 心率跟呼吸的频率降低 但是正念呼吸就是可以 改善心理跟生理的 两个方面的调整 因为正念呼吸就是需要在 安静的地方静静地坐下来 去慢慢地 跟随呼吸的频率去做 就可以导致那个情绪的 稳定而且达到那个心生灵的调和 正念呼吸还有分正念跟呼吸两方面去做解释 呼吸就是 比较像是心理的调整 主要是控制呼吸 令身体去进行放松 而正念就是一种的精神的概念 你们可以 把那个正念的概念 用到 应用到一场生活里 比如说在走路或者工作的时候 有这种正念乐观的心情去面对有很多的 困难 就可以 令自己的 情绪比较稳定 不会容易 受到外界的压力去 影响自己内心的 这个的情绪 而且就是正念呼吸可以 帮助我们 睡眠 而 令自己的品质提高 从而有更多的动力去 做其他事情 谢谢 谢谢 记录讲得很棒 然后主席刚刚你们这一组的讨论 我觉得 蛮深入去看 压力以及 书压的意义 然后背后的一些绝差 谢谢第四组的同学 蛮好的 那我们紧接着 先 完成 第一组的报告 我们再来做 说这边的comment 我们欢迎第一组 我们是第一组 然后我是主席 他是记录 然后我们这一组的话 我们那个 先 讨论课的时候 我们先 形塑那个问题 就是每一组的问题 因为我们有分四小组 那四小组各个组 提出了不同的问题 然后我们再根据这些不同的问题 去延伸下去讨论 然后 而且我们还用了一个 还蛮特别的软体 比较slidal 就是 我们用这个软体去搜集 就是各组想要提出的问题 然后 再去透过助教的引导 去讨论说这些问题的 讨论出答案的可行性 或者是 可不可以讨论出某一个 结果 可能不一定是很 不一定是结论 但是 它是一个就是初步的结果这样子 然后 我们第一组的话问题是 如何判断身心症 是否是学习而来 学习而来这个 这个字有点 有点神秘 就是 因为有可能那个 可能爸妈是有身心症的状况 那女儿可能在 这个家庭里面 然后透过就是家庭的教育 就家庭熏陶之下 然后他可能也会出现一些 身心症的状况 所以用学习而来这个词 然后 我们该如何 我们 我们该如何 帮助就是他们 或与之互动 这个的话 我们的第一组就是 我们第一组就是 得出了一个初步的结论 就是 想说 如果要 帮助这些身心症的人的话 就是不要 就是避免他们 一些予取予求的 就是 反正就是 如果他们 如果要怎么帮助他们的话 就是适当的引导 就不要 一直去依附他们的 各种要求 就 导致说让他觉得就是 他有身心症的 他就可以 无限制的去要求你 但 但这不是一个 好的引导 这样子 然后 这只是一个初步的结论 那 第二组的话 我们第二组的问题是 自我调整是否可以解决这种 就是 外部的压力导致了 身心症的状况 那 可是这个外部压力的话 我们 这一组下的定义是 就是可能外部压力 是来自于就是 父母或者是上司这种 就是外面的因素 所导致的这些东西 那 他们或许可以透过 自我调节 像我们今天的正念呼吸 然后去舒缓 或是站在对方立场去思考 这个 站在对方立场去思考 这种有点像同理的感觉 那 第二组也给出了一个 比较具体的说法 就是 像是 当你在 加班的时候 然后你可以去思考说 其他人跟你一起加班 然后 然后 然后他们也同样的辛苦 那你自己就会感觉说 那个 其实我这样子的辛苦 好像不算什么 这种 也算是一个同理的心态 然后 所以我们 后来这一组就下了一个 就是同理别人的 感受 然后去解决自己的外部压力 那 另外一个内部压力的话 内部压力有点像是 自己给自己的压力 或者是你没办法跳脱那个 你原生的脉络底下 像是 他们 举出来的例子就是在家庭里面 你没办法跳脱这个家庭 你没办法 出去外面住的话 那要怎么办 他们给出了一个初步的是 来 就是正向 只能正向思考或者是 试图跳脱现有的环境 但 如果没办法跳脱怎么办 对 然后 另外第3组的问题的话是 压力是否会随着年龄的增长 而改变 这个就有点妙 就是 因为有可能 青少年跟老年人他们 所感受到压力不同 那 青少年的话有可能是因为感情因素 那老年人的话 因为这组的话有去上网找资料 然后 找到资料的话 其实 青少年跟老年人他们的 面临的压力的面向 都是家庭跟 人际关系 但是 可能 家庭的话可能 对象会有所不同 比如说老年人的话可能是儿子 那青少年可能是父母 然后可能青少年的话他面临了 社 人际的问题社交问题 可能是感情因素啊 那老年人的话可能就是 因为自己有 身体有一些 比较困难的方面的 事情所以他没办法出去交游啊 可能受限 受限于他自己的身体的状况 对然后 可是他们得到结论就是 压力是否会随着年龄增长的改变 其实 他的面向不会变 就是都是家庭跟人际 然后 第四组的话他们说是压力是否会造成忧郁 因为 他们感觉就是 忧郁症好像就是有一个SOP 就自杀好像就是有一个SOP 就是压力导致忧郁导致无法处理导致自杀 但是 但是这个感觉好像 结论是不一定的 就是 你有可能 可能 狂热的宗教信仰 他们举了这个例 就是 就是 宗教信仰可能也会导致就是 自愿奉献自己的生命 这样子 然后 然后或者是 突然遇到一些压力 没有导致忧郁症 但是 突然就 产生了一些 想要自杀的冲动之类的 那 躁郁症也有可能是 其主因之一之类的 那 后面我们还 偷偷花了一点点的时间去讨论 就是 就是 当你出现这些身心症的时候 你是怎么意识到的 那我看到大家的回应都是 他知道自己面临这个压力 并且 因为这个压力 出现 而 产生了一些身体上的 平凡的状况 他才会意识到 所以要有平凡 然后还要面临那个身心的压力 他才会看到 就是自己其实有身心症 就是这样 好 谢谢大家 其实你们第一组的那个架构 我觉得那四个问题都非常有趣 那 看看有没有什么补充的意见 不一定要有没关系 如果没有就是没有 那如果有什么想说的 欢迎 只是想要问老师就是 学习而来 或 这个身心症是否是学习而来 或者是 如果 面临这种内部压力 没法跳脱的情况 要怎么办 我觉得很好的问题啦 你反而是从前面来问我 其实我比较想 common是第3跟第4 第2跟第4点 因为 你们刚刚讲到那个 个人如果在那个环境 那个外部压力是很难改变 那该怎么办 我觉得这种困境是会发生在某一些 个案身上没有错 那像是我们刚刚那个案例也是蛮经典的 他就是嫁给了一个荣耀人士 也没办法跟先生沟通 然后就是很痛苦一辈子这样 好像就是 比较符合你们讲的这个例子 我觉得 其实那样的情境下 当然怎么样 你们刚刚 刚刚有一组讲到转念 我觉得那个是其中一个 但是要慢慢怎么样去学习 去放下跟改变 那是一个历程 我觉得应该是 那是一个 一个方向 对那我刚刚想到就是说 其实 我们在讲说 最后会有自杀的结果 一定都是 看个人在家庭的 影响 以及这个社会的环境下 他所 造成的一些 一些动态的 改变 那其实个人 你们刚刚有一个概念蛮好的 就是说 自己自我调整那个部分 他确实是一个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一个机制 因为如果说 外面没办法相对没办法改变 比如说你的人际 你的社会环境 你选择的工作 就是在这个领域 那你怎么样能够在 外界不变的情况下 自己有一些的 有一些的改变 那那个是 我们所看的 就是Empower个人 可以去形成一些的 不管是 疏压的技巧 或者是发展出一些 问题解决的能力 这个是一个概念 然后又会因你们刚刚讲 不同年龄 像年轻人 我们会跟他谈不同的 因应的 技巧 老人的话 则是也是以 他生活的情境 以他的需求来 增强他的 因应能力 然后至于你刚刚问我的是学习而来 那个新生症是否学习了 这个我觉得我们的专家在这里 我觉得我会请我们的专家来回答这个问题 所以除了这个问题 还有什么 你比较想要询问的 大概就这样 主要是这一题 我们针对这一题好了 就是说如何判断 新生症是否为学习而来 怎么样去帮助这些 受到 像你刚刚讲 如果父母是新生症 他好像会有一些的 对 子女的影响 第二组 是自我调整 是否能解决外部压力 那个就是我刚刚所讲的 那个情境 第一组呢 今天我觉得 值得鼓励 跟假讲 因为第一组 我今天给予很高的肯定 因为你们的四组 都有去查资料 而且现场带来的是 你们课前阅读 有的启发 然后还有进一步去 往外延伸问题 这个就是我今天跟 第 三组同学所讲的 第三组同学 还记得老师刚刚跟你们讲的 就是希望说你们可能现场 也有一些延伸 那我相信就是那个 brainstorming 可能有更多的问题出来 所以我想是 先给你们这样的回馈 那我希望能够focus在 再一个部分 因为我想 今天专家在这里 我们应该要让 让 李老师有一些的回答 我相信可以带给大家一些启发 所以我们focus在如何判断 就是心生症 他是否 可能是一个学习而来的行为 以及 当一个家庭里面有这样的 父母 那怎么样能够去 去 调试或者是去 解决这样的一个状况 好 好 那先谢谢你们 我们谢谢第一组的主席跟记录 带得很棒 谢谢 那也邀请就是李教授 给我们一些的feedback 今天的报告也比上一周更精彩 在我听了几组的意见 在整合起来 我觉得同学的讨论 真的蛮周到 我拿几个重点 今天围绕在 心生症 跟心生 医学科 同学应该可以感念得到 医学 吴老师这边写 Medicine 医学在处理人的疾病跟健康 对 第一堂课我们提到健康 是心跟生的合一 所以变成 Psychosomalic medicine 我大概研究了四五十年 到现在我们几乎 都已经 不再特别去强调它 因为我们误以为 我们医学系学生都应该在懂 为什么 因为医学就是要处理 心生医学的问题 或者说Medicine 是 Psychosomalic medicine 但是我忽略掉 其实五十年来 反而退步 反而退步 一般的医学 我们不再谈心生医学以后 一般医学就忘了 心生医学这件事 忘了以后就有同学刚刚 谈了很多问题 包括 心生科 身心科 身心科 我这师眠 他挂的 身心科 我看了十几年 迟到后来都药物成瘾 走路垫倒 后来是脑伤摔倒了以后 虎售八道来看精神科 我问他说 那以前你有没有看过精神科 他没有啊 那我说你有在吃精神科的药 哪有 我说那你先去看 原来这医师是什么科 他怎么看身心科 你知道吗 实际上在台湾 要忽略掉 要如何像我们这堂课里面 从大家在理解我拉肚子 我掉头滑 我会的心跳加快 我也是闯不过气来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因为他 这种是身心科 他说我就跟你治疗就好了 我就变成看 那医师就很少 一直跟他讨论像吴老师 跟我 给你们在增强的 很有学问的概念 我们先谈说 为什么我老要拉肚子 他跟压力有关 我先解释这个 所以一般来讲 正统 并没有所谓的 身心科跟新生科 这个名词 他只有精神科 他是专门的 但现在开业余 他刮了牌子 里面 营运的内容 都讲精神科 都要讲身心科 那 又离得更远 照理他如果更老实 应该是新生科 不过这不管他 反正同学一个概念 他讲 生性科 新生科医师就要说 他怕污名化 但是我个人其实觉得 精神科医师自己污名化自己 他不敢讲我自己的精神科 那这不是开玩笑 大概民口65年 大概40年前 我当书院医师的时候 我们很多精神科医师 喝喜酒的时候 人家问说 你在台大院 是啊 你是哪一科的 精神科医师都不太敢 我自己讲精神科 我看脑的 脑科 我看脑的精神科三个都不敢讲 但是我是李游海 我是乡下人 李游说 你没活着不懂 祝愿医师而已 李游师 李台大夫 你是哪一科 精神科 结果发现什么事情 整个本来在喝酒 讲话 就突然间我坐下来以后 听到我这精神科以后 他们都不讲话了 那我说你怎么不讲话 我如果讲得不对 才让你知道我的精神状态 所以旅事不爽 大概民口65年 大概40年前 我每次去都故意跟他讲 我这精神科医师自己故意 我就勇敢的先讲 我是精神科医师 马上就一定 晒冷水症 然后就开始教育了 我就跟他讲 你们又没挂号 因为精神科要看病的话 李游师在挂号以后 我们才会去聆听 才会去判断 你平常聊天 我们就喜 他就开始 那喝酒好了 所以不要以为 精神科医师 我在跟你们上课 就跟你们诊断不会 精神科或者精神科医疗 它是一个契约 你挂了号以后 变成病人以后 我们才需要用这一套方法 来理解你 来聆听你 让你宣泄 让你舒服 那最后给你做建议 所以医疗跟偏长的 compensation 不一样 所以同学学到的事情 回去一定要 有一个谨记在心 你不要回去 很有学问 今天谈很多新生症 回去 晚上跟你朋友约会 他说我肚子痛 我可能是得了新生症 你谁讲的 李冰冰教授讲的 他就打电话来骂我 你要小心 我说切记 切记 要借己用人 知道就好 那会话少说 所以证明 我们并没有 身心科 新生科这个 只有精神科 跟内科 外科 那第二个同学讲的很厉害 最古老的 我们讲 塞过什么那个博士 他谈的是新生症 吴老师讲的新生症 在医学上有没有新生症 没有 我们已经Psychosomalics 说的这个字不用了 那为什么不用 最古老的 50年前 我们讲新生症 他在谈什么 心理压力 导致 身体疾病 这就要对吧 那身体疾病就 同学 刚刚提到的 身体疾病就有两种 一种就是吴老师 我们上课堂 但心理压力 透过大脑的下势 就会影响到 精神生理 他会心跳下快 影响到精神 内护蜜 他越决会不来 精神免疫 他会长炮疹 对吧 他会articular 这个都是 新生症 对典型的 所以它叫做 精神生理反应 加上生理 那另外一个 就是同学刚刚提到 会不会学习来的 那叫什么 叫conversion conversion conversion是什么 转化症 心理压力导致身体症状 不是透过下势修来的 而是透过大脑皮质 我看过很经典的一个个案 一个医学系数研奖的学生 四年级 走过星空园 看到他同班 他的女朋友 跟另外一个男孩子 抱在一起 亲着 结果他马上 blindness 眼睛失明 看不到 又摸的 他一直摸摸 抬到体检去 做CT MRI 通通正常 但是他就真的看不到 他们不是假的 这个表现什么 他是解决冲突 所以这个蛮多次在转化症 我这边新生症里面 我们就不知道 用精神生理反应 或歇斯底里转化症 譬如你演技这个老师 打一巴掌 打到一半 手麻痹了 我不能动了 老师本来是恨你 就看到这个同学 手不能动 开始抱你 你成绩不好 我给你加温 这个头鞋刚提到 有学习作用 我是在conversion 所以你们一来又有学问 所以新生症最古老的话 他就有转化症跟精神生理反应 到后来 在20年前就有一个病叫 Psychological factors Affecting physical condition 心理因素影响身体疾病 但是大家不太谈心理了 所以现在已经都没有这个病了 现在变成什么 Somatic symptom disorder 越来越白话 你肚子痛是压力有关 你也讲肚子痛 他叫做身体症状疾病 同学因为不是在做精神科 所以我们这一堂 可不可以讲那么多 只是让你知道说 现在我们并没有讲 Psychological disorder 那么笼统 好不好 跟这个有关的 有一个同学谈到 他会身体化 Somaticization 是身体化现象 我肚子痛了以后 我其实轻微痛 他都发现到说 每一次喊肚子痛 妈妈就说好了 你赶快去睡觉 不要写功课了 所以他们就学到 就在Somaticization 后倒人家 我今天他压力大 媳妇很凶 他就说 哎哟我又不怕了 我疼痛到就倒了 这样媳妇就可以怕到 Somaticization 他是现象 表达 新生症 症状的现象 他不是 他不是疾病诊断 所以中国人被号称为 是最会有身体化现象的人 就相信 今天我先 我先解释 就是说 新生科 身心科 你懂就好 这些人自己没自信讲 他不敢挂精神科 只好挂个 新生科 或者是 或者叫 什么名字都有 所以Sychosomaticization 其实美国的医学 叫做 Psychosocial and Behavioral Medicine 心理社会跟行为医学 我就把我们上课谈的都一样 压力导致生理 另外行为 也会conditionary effect 你到那个地方 第一次到这个考场 考试不及格 我心跳加快以后 你一进考场 我马上就 Conditionary effect 就来心跳加快 我没筋对啊 你跳得不够多快 你练习啊 就Conditionary 所以Psychosocial and Behavioral Medicine 现在谈的叫 Psychosocial and Behavioral Medicine 所以越来越广了 所以他讲结论 就是Medicine 一直Psychosocial and Medicine 不过我已经很失望了 吴嘉宜老师提到 年底以前 一定要重新 成立新生医学会 再次呼吁 我们的民众百姓 跟所有的医师 要彻底看病的时候 要注意心理跟身体关系 最后一个例子 我一个好朋友 他癌症刚诊断出来 我本来还好 就送到某一个医学中心 要给他做化疗 化疗一定要打针吧 我打那个静默 做一个血管的切洞 然后可以静默注册 结果他一进去 他做进去 因为他无业癖 所以马上跟他安排要注册 一个82岁的老先生 结果那朋友 你家说我明天才是 要给他注册 要三个月 我都问他 你爸爸知道吗 他说不知道啊 因为他82岁 强迫性性格 没出问题 什么都要问的 结果说 他知道吗 他说不知道 那星期当副院长 是副院长讲的事 他就这样 被送进去了 我早餐过来就送进去 我在预测 准死无疑 为什么 因为血压本来就高 被送进去 又没有告诉他 做水果你要干嘛 还送到里面 就给他麻醉 结果后来 占了什么 血压高到200 就死于中风 所以静默注射 没死是死于中风 癌症没死是死于中风 如果你有新生医学的概念 你会说什么 我去上 别人这边给他做什么 我现在给他做什么 这边给他做什么 先 先把那个反应资料好 就叫 Stress Innoculation 所以不是在打那个疫苗免疫而已 同学 要上16堂课 在学你压力免疫管理 OK 这是我的结论 就不要怕压力 大家重视压力 不然就会像我们的 82先生 82岁的老先生 董事长 不是死于癌 真的不是死于 高血压 但是死于高血压 是因为吓到以后高血压 因为他没有被告知 他到底在干嘛 因为他的亲戚VIP 受一切重述办理 马上送进到集职 马上送到 我开刀房 马上就给你 我切管 马上就给你打针 结果麻醉 所以他高血压 所以我的意思说 压力不会让你生病 但是压力会诱发疾病 我要做一句话 我跟同学提到 压力跟病的关系 它不是所有病的必要条件 所有的病不一定要有压力 那它也不是充分条件 只有压力会让你胃贵氧不会 因为你的个性 还有你的胃肠的体质 最重要的你不要忽略 压力是所有疾病的贡献因子 contributing factors 包括我刚提到了 癌症不会死 但是压力让你死 为什么死于紧张 或被注射 所以压力是所有疾病的 主要贡献因子 所以为什么医生看病 一定要问特别有压力在这里 OK 落地发售了 我们的实践关系 以后还有机会 继续研讨 谢谢 好 谢谢李教授 今天这个机会我觉得蛮难得 就是让大家更理清了压力 疾病跟治疗的相关 那我希望今天回去大家 就是落实我们所谓 抒压的一些技巧 那更加的自我觉察 你处在哪些的状态 那也可以开始跨出去关怀 周遭的人是不是也受到 这个压力的影响 有一些 有一些这种新生 或者是更严重的一些焦虑 或忧郁的议题 那我想这个只是开头而已 后续还有很多技巧 那希望我们都可以 还还相扣 持续的有一些的讨论 像第一组今天真的是很棒 那给各位自己一个掌声 谢谢大家这个参与 那我就先上到这边 谢谢大家 ace 的